大家好 沒想到剛剛上台的是老師 我有點害怕 大家好,我剛剛主小姐介紹 秘書長介紹我是Molly小學團 但是其實我這次要用的是 川龍皆村之九四青年 那我叫Paylee小學團 前庭提要一下 就是我們十年前我們在苗栗公館 大家可以看這邊有一個老房子 是在我們有一條水塵 叫做川龍塵上面的一個很殘破的房子 那我們的團隊最開始 一開始是先改造這個老房子 然後把它房子 其實一開始是覺得它好可惜 怎麼會有一個房子那麼特別蓋在水塵上面 然後但是很破舊 然後我們就把它改造起來 可是改造完之後才想說 這個房子要做什麼 所以那時候就想說 不然我們認識一個豆腐師傅 我們來做豆腐好了 然後一開始我們想說 做豆腐就要用台灣的黃豆 可是找了好久 然後發現沒有台灣的黃豆 所以我們又開始自己去找農夫來去做 那老房子是2011年的時候就整理好的 但是我們到2012年的4月份 才正式的開始可以全年使用這個黃豆來製造 但是今天的重點不是在豆腐法 因為後來我們就是靠著台灣黃豆 一路上也遇到很多的困難 例如風調與不順之類的 沒有黃豆或是常常會有大豆的危機 然後再來就是台灣本土黃豆價格也是非常非常的高 所以我們就一步一步就是本來只有小小的利潤開始 然後一點一點的開始整理整個街 那我今天要講的其實這只是一個前情提要 就是這是我們改造的第一個老房子 然後我們要講的其實就是 是我們當初來參加TIG100的比賽的時候 然後我們用的是貓里小學團這個名字 其實我本來是想說 要讓大家看一下我們叫什麼團名 因為有時候大家看到說 我知道你 狸貓小學員 然後我就想說 我是貓里小學團 那因為大家不知道為什麼一看到就 還有人說 狸貓小學員或是貓里小學員都有 很多人都有這樣叫 那我要先講一下為什麼我們叫貓里小學團 那這個是因為我們在苗栗 那苗栗它最早的這個稱呼 名字是叫做貓里 所以這是道卡斯族的叫它的稱呼 所以後來就叫做苗栗 那所以我們那時候是因為有一群農夫 然後我們在這個地方 自從道河農夫就集結在一起了 然後剛好在2016年 2017年106年的時候 我們剛好被台灣好基金會發現 然後它在苗栗這邊 因為有個神農計劃 它在苗栗跟屏東這兩個地方 開始有這樣的計劃在運作 然後他們想要找新的一個執行的夥伴 所以我們剛好他參加我們的活動 覺得我們還蠻適合的 所以我們就開始了 所以一開始其實我們是默默無名的一群人 然後後來我們就開始有了一個想說 那我們就叫貓里小學團 用苗栗的這個舊稱 然後開始來做我們想做的事情 那所以這是我們的logo 它就是一隻石虎 因為它的眼睛那邊有白白的 這個是石虎 那我們就是從這個貓里小學團 大家可以看到我們下面的logo 就是正我們自己設計 就是它其實就是從種子 然後有蜜蜂在授粉 然後開花 然後結果到採收的一個過程 所以我們那時候 一開始是跟台灣好基金會合作 我們就到他們的各個學校 去做食農教育 我們從開闢孝田開始 然後從栽種然後照顧到採收 然後就慢慢這樣子做起來 那其實一開始我們參與的農夫 就只有一兩個 可是後來因為學校比較多 農夫當然還是要著重在自己的生產上面 沒有辦法一直這樣跟著跑 所以我們後來呢 就找了鄰近的農夫 校園農夫大家一起開始做 然後慢慢把這些人拉進來 那在學校的話呢 大家可以看到 這是我們採收的照片 然後我們到學校也會 除了種植之外 我們當然還會有做一些後續的加工的部分 毛利小學團 然後 那這個呢 就是因為農夫越來越多了 其實這些 大家可能沒有當過農夫不知道 可是其實農夫他們有相當豐富的種植的知識 可是他們可能比較沒有辦法傳遞 這個知識的概念給小朋友 他可能不知道要怎麼講 或是說他可能覺得施肥怎麼施 那個他從小做到大了 他不知道那個有什麼know how 或是說他不知道怎麼樣讓小朋友告訴他們 怎麼樣轉譯成小朋友聽得懂的 或是學校老師聽得懂的方式讓他們知道 所以其實大家看我 我當然不是農夫啦 因為我就是一個幫農夫跟學校中間 扮演一個橋樑的角色 就是學校老師他可能對農事當然也不熟悉 他不知道什麼時候該做什麼事 那我們的角色就是可以去幫助老師跟農夫之前的溝通 然後甚至是我們可以把一些課程裡面的內容 轉換成知識或是變成教案的方式呈現給小朋友 所以我們其實在上課這段期間 我們培訓了大概現在目前有十幾位的農夫 因為我們從106年開始 我們的這個貿力小學團還是持續在進行中 那目前的話我們有六間的國小 在持續的進行這個食農的課程 所以其實這些農夫對他們來說 一開始他可能不知道怎麼樣 他看到麥克風他會害怕 可是現在他們久了他就會慢慢學 他知道要怎麼樣跟小朋友去溝通 你把麥克風拿給他 他自己就可以很上手的 就可以開始講他的這個知識的部分 所以其實在做貓裡的這個部分 我們可以讓農夫就是他有多的額外的收入 大家知道農產品就是你要種才有收成 有收成之外你還要賣得出去才會有收入 所以這樣增加他們另外一個 讓他們變成老師會有額外的收入 然後另外他可以鍛鍊食農的解說的能力 就像有人他可能的農夫田 他的田是在露營區旁邊 那其實就很鼓勵他可以去跟露營區合作 他可以去帶一些活動 比如說拔地瓜或是其他的一些農事的體驗的活動 也可以幫他們創造一些除了從農 這個單純銷售之外的一些額外的收入 然後再來就是他可以累積一些學校的人脈 例如說我們在學校這些 我們每一天都會吃一道有機的蔬菜 所以這些農夫當然你種植的菜 我們就會把它集結起來 然後讓他種到學校去就變成是學校的午餐 或者是說當然他在學校久了 其實跟學校老師也會有連結 每當他的產季採收了什麼東西 就可以很快的可以把這些訂單把它消滅完畢 那我們開始累積了這些農夫之後 我們就發現其實大家的東西 因為大家都是算是新手農夫 然後他可能有很多種類很多 但是產量都很少的東西 那他需要有銷售的地方 說的話我們就發現貓里小學團這樣的模式 但是營運起來覺得還可以 那剛好水寶區有一個七年回流的計劃 所以我們就去提了 那在107年的時候 我們剛好在川農豆腐房的對面 其實有一間閒置蠻久的一個小房 一樓的空間 它的二樓是我們農夫夥伴住的地方 那一樓我們之前都是偶爾辦個小講座 然後或是堆放雜物的地方 之後我們就覺得不如我們就來開一間在地的小鋪子 所以我們集結了這些農夫之後 我們就把這個地方整理起來 然後後來他就叫 命名叫九四友善小鋪 那這一次我們還有請聯合中心大學的國際學生 一起來參與電子裡面的佈置還有那個桌椅 那後來其實聯合大學的同學 也有一起來幫忙店面的設計跟logo這樣子 那但是我們其實在建造九四小鋪的過程當中 我們在苗栗的公館 雖然沒有像市安一樣到市區要非常的久 我們那邊到高速公路大概十分 十五分鐘就可以抵達了 但是我們這邊是就有以前的台六線 就是如果大家想去大湖採草莓 那在很久以前你是必須要從我這邊過的 可是後來因為快速道路開通之後 我們這邊的人逐漸減少了 而且因為以前很多的陶業產業也外移了 所以這裡的人逐漸就減少了 那在最興盛的時候我們這條老街上面 其實是有三間的雜貨店 所以就短短一條馬路它可以有這麼好的身影 真的人是非常的多 可是因為車子現在車流量變少了 然後那個時候我們有一隻小橘貓 常常來豆腐房打轉 然後後來我們才剛開始認識它之後 沒想到有一次它就在馬路上被一個很快的車子都撞死了 然後再加上其實豆腐房的門 有一次也是因為被酒駕的人也撞壞了 所以我們其實在想說 你現在去問我們現在生活在這邊的老人家 你會問他說你喜歡以前很繁華的時候還是現在 他會跟你說他其實比較喜歡現在的生活 所以我們就在想說思考的是 除了我們建設這一個九四小舖 就是賣在地的農產品 我們把大家農夫的東西拿來販售之外 我們還可以對這個社區有什麼樣的額外的幫助 例如說因為我們剛好這個店前面它就是一個公車展牌 所以我們那時候就想說我們就做了一個公車的乘坐椅 然後讓這些老人家就是可以來這邊等公車的時候 他可以坐著不用站著等 因為公車沒有像台北一樣十幾分鐘五分鐘就有一台 大概半小時才有一台 所以就做了類似像這樣子一些的空間 或者是說我們假日有鳳茶等等 那九四小舖它就變成了一個是一個平台 讓我們可以把大家農產品來販售 就是變成是經濟的部分 因為剛剛所提到其實我們是 當然有申請到水保局的這個計劃 但是它是用使用在硬體或是一些補助的上面 那你要怎麼樣讓這些青農它可以回流下來 然後安心的在這裡生耕 其實當然是需要自己經濟獨立的一個部分 所以我們希望說這個小舖我們做一些比較特別就是 像食材我們選的是就是苗栗這邊在地有機 或是友善耕作的農產品 它才能到這邊來販售 然後你不一定要整罐整罐的買 你可以自己帶容器來 我們可以讓你 我們是以裸裝來販售 就是你需要多少買多少 不需要就是囤了一堆貨在家裡面 那就是很像回到以前小時候 阿嬤家他們就說 以前小時候買醬油是提著罐子去買的 這樣子的一個概念 所以那同時我們也為了讓這些小舖可以順利的進行 那我們也辦了很多的體驗的一些課程或是一些活動 讓這些來到農村的消費者 他的對於生產的價值可以有提升 因為大家可能覺得農產品它是一個很兩難的一個的東西 它的價格不能太高 可是其實它現在是生產的成本是環境的關係 其實是日益是在上升的 所以我們就希望說可以透過一些活動 來讓我們的這些消費者的觀念可以更好 那再來就是這些農夫如果他的生產 他有達到他一定的經濟規模的話 他就可以更安心的留在這邊 所以這是變成是小舖的一個使命 那我們後來為了要做跟其他地方的賣菜的小舖子不太一樣 我們就開始做了一些農油的 我們就開始做農油活動 然後我們就開始想說 我們要讓我們的餐桌看起來很驚豔 就是用我們九四小舖的食材 所以我們就那時候我們也有跑到那個雲門 我們淡水的雲門五集去做接餐會 然後我們很多我們都接 然後我們就做 其實它就是吃食材的原味 因為我們也不是廚師 我們就單純就是用小舖有什麼 然後我們就稍微給它美化一下 然後吃食物的原味就是這樣子 所以我常常就說我們走火入魔 因為我們辦活動 然後我們常常就是要把這個餐桌布置得像這樣子 那這也是會有找我們在地的年輕人一起來幫忙 那或者是說我們就說這個是半夜三點 然後因為有一間學校他們國小是種洛神 所以我們隔天是要做 以洛神為相關的戶外教學的課程 然後我們就想其中有戰士要做 用他們洛神做成麵包 所以我們就沒想到晚上就在揉麵糰 然後因為沒有做過它要發酵 所以就搞到三更半夜 然後隔天早上當然六點就還要起床 然後所以九四小鋪其實我們在接這樣 就貓力小學團它已經升華變成九四小鋪 我們就變成九四青年 那我們除了開店之外的時間 我們就在構思怎麼樣又可以把更一些 我們比如說我們在地的紅棗的知識 怎麼樣傳更簡單的傳遞給所有的人 那現在就是用網路或用臉書是最快的方式 所以我們就會自己去做這些簡單的一些小圖片 然後放一些比較簡單的知識 然後我們還有自己做成小小的動畫 然後可以給小朋友看 比如說我們在地的紅棗 或是說怎麼樣有機的方式種植 然後這邊有個QR code 如果大家有機會有興趣的話 想給小朋友看的話可以下載回家 或是直接上網去找阿土伯種菜就可以了 這我們花了非常多的時間來去做 那九四小鋪就是除了賣菜之外 我們也有就是像過年 我們也做其他的事情就是 比如說別人家的流浪狗走私了 我們把它撿回來做中途 或是哪裡撿到流浪貓 然後我也把它拿回來做中途 所以我們就用了這些 我們中途過的這些小朋友 我們就把它畫成可愛的小圖片 然後我們就做成紅包來買 或是我們有利用我們 平常送印的一些小小邊角 我們就把它拿來做可愛的貼紙 然後也有做成一些明細影片 就是讓來這邊 因為有些人他可能來到觀光 我們那邊吃豆腐 他可能不一定會帶菜回去 可是他會喜歡看到一些 比較農業的一些文創的商品 然後就會帶過來 然後九四小鋪完這個平台完之後 我們就想說其實我們好像這些農夫 越來越多我們可以再來一起做更多事情 所以我們也成立了生產的合作社 然後這就是我們很可愛的社員們 然後我們就開始共同的生產 跟銷售一些商品 然後就是一個打群架的概念 然後這個就是我們比較特殊的一個商品 大概兩年前的時候開始販售 就是在過年的時候 這個蘿蔔可能大家比較沒有看過 因為這個是比較特殊的品種 它叫做紅姑娘 那它的很特色是它 因為它是外面是粉紅色的皮 一般來說蘿蔔皮消掉就沒有 裡面是白的 但是它是粉紅色的肉 所以我們就利用它這樣子的特色 我們就做成粉紅色的蘿蔔糕 那我們就在過年的之前來販售 然後就因為大家會覺得很討喜 所以這個商品的話就是每年在過年前 都它就是一個非常熱賣的東西 那再加上我們有上折折的去募資 然後再加上一些特殊的一些文創的成分 比如說我們會有一些手寫的 自己畫的明信片 我們會放在裡面 就是讓大家一些年輕人 因為大家可能會覺得說 蘿布高就我媽媽會買 可是我們會希望說可以讓更多的年輕人 他可以會去採買這樣的東西 他會喜歡來認識更多農村的一些產物 所以我們會比較希望可以走一個 比較年輕化的方式 那這個就是我剛剛講的我們的台六線 就是當初以前是接到台三線的一個產道 那後來就車越來越少了 像這個就是以前的串龍豆腐房 那我們改造了對面的這個94小鋪 變成一個農產的銷售平台 那後來我們又把租了旁邊的一個78號 我當作一個上課的據點 那大家有沒有想到 其實我剛剛講好像都是號碼 因為我們那時候整理完房子的時候 本來想說要取什麼名字 然後就想說 那就叫救世小鋪好了 因為它非常的小 可是後來發現我們的門牌在94號 那就想說好吧 那不然就叫94有三小鋪好了 聽起來蠻順口的 然後其他的地方 然後後來我們租的地方就直接用它的門牌號碼 把它一個一個串起來 因為在早期其實這邊 剛剛說過人是很多的 可是因為後來大家人潮外流之後 空屋就一棟一棟變 慢慢變得很多了 所以其實我們會希望說 可以讓更多想要回到農村的年輕人來到這邊 然後做他想做的事情 那當這些房子可以再重新被利用的時候 就代表這個街村的活力又被找回來了 所以我們就開始 九而九四小鋪之後 我們就開始想要讓這條街可以每年有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大的順勢 在進行 就叫川龍街街看 那我們就把這條整條街 把我們就找來台苗栗的小攤商 手桌攤商或是友善的攤商都可以 然後我們就來這條街上面擺市集 除了市集之外的話 我們也有搭配一些體驗的活動 跟水鎮有相關的 然後晚上會利用這個老房子的側牆 我們來放電影 然後還有這個紅藻祭 我們有請到米莎跟黃偉杰 像客家歌手來演唱 我們也把國小的學生 就是我們神農計畫的裡面可愛的小朋友 跟主任也請過來這邊表演 然後串聯我們這整個等於是 就是把我們這條街上面的老人家 我們也請他們來 然後請他們也借我們他們的棋樓 然後大家一起來共襄盛舉辦這樣的活動 那今年十二月份剛舉辦完一次 這已經是第四次的舉辦 每次舉辦完之後就會有人說 還有沒有還有沒有下次 那其實但是辦這些活動 一開始是我們有用了一點點水保局的經費 在辦 可是後來因為計畫只有三年 我們停止了之後我們就想說 不管沒關係我們就自己來辦這些活動 然後因為大家太多人敲碗了 所以我就每年就還是想辦法 把這個找機會找資源 然後就自己來做這個 因為這個是我們每年的 已經變成是我們紅藻祭的一個大盛市了 然後再來呢就是還有一個 我們有個老房子叫做114號5 那這個是我們改造的第四間房子 那這個房子呢也在十二月前一陣子剛落成 那這個房子它叫做一一生活事務所 其實它就是114號5的意思 那我們就想說 其實在這個老街街村上面開店 我們希望都是跟農村來了相關 因為我們就是在一個農村 我們希望都是跟農業有相關的 所以這個農村這個老街呢 這個老屋我們就是希望它是跟植物照顧有關係的 就是它提供的服務就是有植物診療 然後植物照顧我們也賣一些農業的資材啊等等 還有一些課程可以開設 然後但是呢再回到剛剛的我們這次又做了 我們找了一個一個學校一個大學 然後有幾個小朋友就是各個學校的小朋友 我們一起設計了一個就是讓老人家他們之後 因為我們這邊又是一個公車站牌 它在94小鋪的對面 所以它也是一個另外一項的公車站 然後呢我們就設了一個就是 大家可以看到一個老人家可以坐在這邊等公車 然後這邊有一個monitor上面就是會寫說 公車還要幾分才會來 然後它要幾分鐘會抵達 然後有沒有準時這樣 所以只要有人想要等公車的話呢 他可以來這邊按一個按鈕 然後他就可以坐在這邊等 然後呢它的外面這個地方 然後就會有告訴公車司機說 有人等車 他就可以安心的等 因為老人家有時候動作沒有那麼快 那你如果一個燈在那邊閃閃閃 可能也不知道要做什麼 所以我們就設計一個就會寫很直白 有人等車 就司機就會停下來讓老人家上車 那所以其實這個是一個 我們目前想到了比較友善的一些方式 就是也是在持續的在思考就是說 我們在這個地方生活 因為比如說我們辦的這些活動 其實也都是靠我們原本大家一起 維持著這個好的環境的地景 得天獨厚的水準 還有我們農場裡面的有機生產 然後讓大家來做體驗 所以我們也是希望說可以把這樣子的一個 一個共好就是帶給所有的在地的居民 也希望其他的居民也可以像我們一樣 開始會想說來為這個社區多做些什麼事情 所以我們想要做 所以這就是我們想像的一個街村生活的實現 那它有四間老房子 然後我們希望可以保留在地的生活文化 可以創造更友善的生活空間 然後讓青年更多的回流下來 那這就是我們持續在想要再做的事情 所以歡迎大家有機會 可以有空可以來我們公館走走 然後這就是我們現在在做一件事情 就是從一顆黃豆 然後我們慢慢從毛利小學團 然後這個組織長成九四青年 然後現在我們其實我們也會叫我們自己叫街村青年 就是我們是一群喜好農村 有年輕人 有農夫 大家一起組成在農村裡面生活 然後努力奮鬥的一群 這樣子 對 感謝大家 那個各位老師 那還有各位關心社會企業的好朋友 我是黃淑芬 那當主辦單位跟我講說 要我來做這個畫重點的工作的時候 我當時看收到的那個單位 我就在我的筆記簿上面 就寫下狸貓小學堂 確實是寫狸貓 那當然剛剛也做了一些澄清 後來多進一步的去了解以後 那也慢慢的對這個團隊 有一些不一樣的理解 我們一般從各位氣管的老師教我們的 都說組織的經營一定要先有主軸 你要弄清楚這家公司在賣什麼 這家公司的價值主張是什麼 這家公司的產品客戶到底是誰 但是從剛剛的簡報裡面 我們大概可以搞不太清楚他們到底在做什麼 我想這樣子的一個現象 其實非常符合胡哲生老師教我的 就是社會企業它就是見招拆招 它就是就地取材 然後它就是看到了什麼樣的問題以後 他去把它做一個統整出來 那用不管是我們談的是隨創的隨創經濟 或隨創的bricklage的概念 來談那個青年就是就是青年 我想我們從他們的剛剛的談話的過程裡面 我找到了幾個關鍵字 比如它的關鍵字裡面有提到的是 本來想怎樣怎樣怎樣 不如怎樣怎樣怎樣 正好有人要推出了一個專案出來 正好怎樣怎樣 所以原本是為了什麼樣 所以做了些什麼樣的事情 所以做了農油做了招牌 做了各式各樣的老屋的翻新 那我想這個就是我們社會企業裡面 一個非常非常漂亮或者是美麗 也是它能夠吸引很多興趣 跟eyeboard的一個主要的理由 那第二個我想要來談的是 我們的這些團隊的幹部裡面 我剛剛從他的談話裡面 我有一個感覺是 因為我自己的背景 是跟人力資源有關的 我就看到一個非常非常多工 他們又是房子的設計師 舊老屋翻舊的一些建築師 然後又當農夫 然後又當老師 又當老師的橋樑 然後又做小編 還要弄影片 然後另外還要種菜 也會賣菜 還收養流浪狗 所以其實基本上 把早上五場 其他五個的工作 其實都做掉了 然後還會做麵包 而且是凌晨三點 但是怎麼會不知道麵包要發呢 所以告訴我們 沒有專業 一樣可以做社會企業 但是他們有個很重要很重要的特色是 他們懂得如何去連結所有的資源 然後呢 雖然我們說他看不到他的主軸 但是我自己隱隱約約一個感覺 他們是非常非常的情境導向 也就是說 當他的這個村街裡面 有遇到什麼樣的問題的時候 他會去連結相關的資料資源 來完成這個任務 這是我第二個看到的 他們的多工的功能 換個角度感就是 18班無益 樣樣都可以 我不敢講精通 但是我想18班無益 樣樣都可以 第三個呢我想要也是來歸納一下 我從不管是從90青年 或者是從前面的幾個簡報裡面 可以看得出來 我們都有看到 每一個團隊都有看到我們的社會現象 或者是從自己的經驗裡面 有發覺的一些需要被滿足的缺口 但是每一個人做出來的知識都不太一樣 每個人處理的方式也不太一樣 那同樣的在座有很多也是關心社會企業發展的這些好朋友 面對社會企業的這些現象的時候 我想我們都有不一樣的參與的方法 有一些呢可能是就眾生投入進去 自己變成一個老闆 那有一些呢可能他會找幾個夥伴 一起來完成這個任務 有一些人呢他可能會應用自己的專業 變成裡面的小編或者是裡面的一個主要的幹部 那當然也看到很多人會把自己的資源 投入在社會企業裡面 包括捐款包括提供資金 那以我個人的一個想法 社會企業或者是我們聽到了這麼多美麗的故事 這些繁星點點裡頭都有一個共同的期待 就是希望我們的社會變得更好 因此要用什麼樣的方法來參與社會企業 我覺得他的range是很廣的 而且是很不一樣的 就算你沒有辦法真正變成社會創業家 你也可以變成社會企業的贊助者 如果你沒有辦法成為一個贊助者 至少你也可以變成他的客戶 可以買他們的東西 如果他的東西你沒有需要 我想至少我們可以做到一件事情 也是在座的各位今天有做到的 就是把你的eyeball 把你的精神 把你的關注放在社會企業 這些繁星點點上面 因為只要能夠得到關注 那我們大家共同期待的 未來的社會會更好 或者是社會問題能夠被注意到 就能夠引起更大的共鳴 我想這就是我今天對 青年94 94青年 然後貓梨小學團 最大的一個簡單的歸納 謝謝大家 謝謝